艺术开开门 好久没有说这个slogan了 就是来说一下 这周大家过得好吗 这周呢 其实我看了很多的画展 就是有新加坡回来的朋友 也有从美国回来的朋友 然后我们的共同点 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艺术 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关于欲望 其实讲一些人类的一些欲望 其实每个人就是 都有七情六欲 然后你是身为人类 那你一定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很多你想做的 很多你的一些梦想这样子 那有时候我常在想说 当我们都没有梦想的时候 怎么办呢 对 我现在已经是觉得说 我已经都没有什么梦想了 然后我的很多朋友啊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啊 也都没有什么梦想了 就是太平岁月啊 这样子就是活得很开心就好 然后平平安安就好这样子 可是后来又觉得 似乎又太安逸了对不对 然后就觉得说 应该要找一个目标 就是你才会有一些动力 就是例如说 你对金钱比较没有欲望的人 那你就要想说 有一些激起一些赚钱的一些欲望 生活在有一些前进的动力 那我就想到说 可能家里很乱啊 那我搞不好就是想要就是 存个一百万 我说举例啦 就是你可以存个一百万 有个目标 然后我想说 把一个客厅 然后装潢好这样 就是再让你的生活 就是有一种动力的一些感觉这样子 我觉得你可以去设一个 小小的一个目标啦 去前进这样 那或者是说 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 说我想要去冰岛 我可能要二十万 或者是我要去北极 我可能要三十万 那你就是设定一个旅行的一个目标 这样子 我觉得是会有一点点帮助的 所以我是决定呢 明年呢 我就是要设定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然后会让自己就是更有活力一点 因为我都觉得我真的是 好像很多事情都 都太了解了 求身体健康而已啦 是没有错 然后但是就是 应该就是要让自己就是再 再更动起来 就是更有动力 就是活在这个当下的这个感觉这样子 那就再去追求一些东西好了 就是也许我们会觉得 没有追求是一件好事 可是换成你太没有追求 然后人又很容易觉得说 又太无趣了 那说到这个 我们都把它叫做成欲望好了 好不好 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的艺术家 或是你看到很多的这个艺术作品 或者是一些艺术表达 哎那个你都会表现说浪漫啊 孤独啊 寂寞啊 那如果你要表现画出这个欲望啊 你到底要怎样去表达你这个欲望的画面 或者是说哎看的人你就知道说哎对对对这个艺术家你表现出了人类的一些欲望啊这样子 那到底要怎样去表现这种贪婪呢 或者是欲望呢 基本欲望就是爱 幸福啊就是七情六欲的满足嘛 对不对 这个艺术家非常年轻 他是1990后的一个艺术家 本身是在首尔梨花大学毕业 他就是比较喜欢画写实的一些东西 他很喜欢探索人类复杂的一些多面性 因为人类有很多种情感嘛 有恐惧啊 有爱啊 爱恨参差啊 所以他就对这种东西啊 他就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就想要用艺术就是把它给表现出来 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一个方式 但是他很了不起哦 就是今年在纽约也才完成他的各展哦 其实这是一个对很多的华人 对很多的东方艺术家来讲 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要在纽约办展览 你要在美国办展览 你想要在巴黎办展览这样子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非常善用一种隐喻法 他常常会出现甜点啊 冰淇淋啊 蛋糕啊之类的 那这个就是对于幸福的一些渴望 或者是说对性的一些欲望 他的那个颜色啊 就是你看他的那个蛋糕 其实我很喜欢他端蛋糕的这个画面 这种感觉 可是你觉得明明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画面啊 怎么会说他是欲望呢 因为他用樱桃代替 因为有时候以前这个樱桃啊 我们常常就是会形容女性啊 就是以什么樱桃小嘴啊 娇艳欲滴啊 就是这个樱桃对爱情啊 对亲密关系的这个渴望是比较多一点点的一个暗示这样子 也有用冰淇淋就是来做一个暗示 就是这个他坐在这个车上兜风啊 然后就是一个女生拿着这个冰淇淋 这其实都是有一些暗示在的 就是给男性的一些暗示 其实也是一种讽刺的一种关系啦 他也会画一些人物啊 人物画 但是并不是说全景都画出来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男的在亲女的啊 其实是非常享受那个欢愉的这个画面 对于这种身体的这种满足啊 就是你也不一定要画得很赤裸 你就是可以用透过一种比较保守的一个方式啊 就是来呈现这个画面这样子 他的这个颜色啊 肤色看起来真的就是非常的马卡龙色 非常的那种就是幸福甜甜的这种感觉这样子 如果说你想要表现就是说可怕恐惧啊 你稍微就是把这个表情啊 就是换一下 把这个颜色就是稍微换一下 那这个意识就是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艺术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你只要颜色换掉了 那表情换了 但是你的结构构图是不变的 你就可以画成很多的一个意识这样 艺术家呢 其实他也是会画一些进物的东西 或者是说有一些有趣的一些人物像 其实有时候欲望是来自你的一个渴望 可能就是对幸福的一些渴望 所以他可能就会用这种备单啊 穿单啊 这种温馨的一个地方 就是提示这是一个甜蜜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一个女性的一个向往 或者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向往这样子 也有一些花束啊 但是他不告诉你说 这就是一个爱情 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平时的一个情感 一个友谊这样子 很平时的一个日常生活 当然这个暗示其实来自很多 例如说可能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比较 对美的一些比较 对美的一些欲望 对美的一些追求 所以他就会用这种比较对比式 或者是这个就是有点像以前 我们常讲的什么东斯笑评的这种感觉这样子 特地的去丑化一个东西 然后他就是会把它就是放在一起 就是会变成一种讽刺这样子 其实他这个艺术其实也是在 常常也是在讲一些人类的一些归属感 像有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说 我们怎么那么的寂寞啊 我们怎么那么的孤单啊 那有时候就是往往就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非常的空虚 或者是因为你自己找不到你的归属感而已 你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就是会产生这样子 艺术家真的蛮可爱的 他就是很喜欢观察人性 很年轻 但是他就是很喜欢研究这些人性欲望 好了我们今天已经分享完这个艺术家 如何表现欲望 那如果你内心有什么欲望的话 也是欢迎你来留言哦 好我们下次见哦拜拜